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華為這次徹底翻身,今年年收入超過7000億 另外,如果請一個警衛,你還叫他自己買槍,去幫你看門口,這樣是不是穩困呢? 還要借錢給他買槍,這個是不是債務陷阱呢? 菲律賓如今與美國的關係真是很多一些令人奇怪的地步 據日經亞洲12月27日的報導,菲律賓正在努力解決想買美國F16戰鬥機的財政困難 甚至從美國批准買12架F16戰機給菲律賓以來,菲律賓就一直在想要買戰機,用那麼多錢,錢在哪裡來呢? 菲律賓駐美大使羅牧亞爾德斯忍不住開口了,對日本傳媒說了一些話 他說這些戰機實際上是太貴了,所以他們必須找到一種能夠長期融資的方法 菲律賓想改變他們的經濟狀況,目前菲律賓的備選方案包括 第一,改買二手F16戰機,第二,或者是接受華盛頓的財務援助 實際上,美國自從2021年6月宣布可以進行這筆戰機交易的時候 就估計飛機和相關設備要賣24億3千萬美元,超過菲律賓每年國防預算的一半 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馬上拖下來,但到小馬拉斯總統上任又再積極推進這行交易 據報導,菲律賓買這些飛機是用來偵察中國在南海的空中和海上行動 現在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牧阿爾德斯說,菲律賓實在沒有錢 有可能取消和美國購買全新F16戰機的初步協議 轉移從丹麥等第三國購買二手飛機 估計丹麥應該有十幾架或者更多幾乎沒有用過的F16戰機 他補充說,菲律賓需要為此修改法例,允許使用國家預算購買二手裝備 而丹麥將美國製造的飛機轉手給第三國之前,也需要得到美國的授權 但據日本媒體說,丹麥的F16戰鬥機不太可能賣給菲律賓 今年10月,美國國務院批准將這個北約盟國即丹麥的F16飛機轉讓給阿根廷 美國這個決定反映華盛頓當時迫切想要應對中國起去南美後院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除了阿根廷之外,丹麥還決定將他們的F16戰鬥機提供給沃蘭 以幫助他對抗俄羅斯 這樣基本上就會耗盡丹麥的F16戰鬥機的庫存 所以,菲律賓另一個選擇就是尋求美國的財政援助 菲律賓駐美國的大師羅莫·阿爾德斯說 他們希望美國能夠向他們提供一些援助 讓他們能夠盡快實現武裝力量現代化 因為現在是關鍵時刻,他們越早實現越好 但保守派智庫克德帥研究所的加特安全領域負責人 柏特里克·克羅寧也走出來和應菲律賓 他說,由於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長期競爭對手 美國早就應該將他的資金 即外國軍事融資計劃,投向印太地區 美國所謂外國軍事融資計劃的帳戶由國務院管理 會向其他國家或地區提供撥款或貸款援助 用於購買美國的國防裝備和進行軍事訓練 克羅寧聲稱,美國對外軍事援助必須符合美國的戰略重點 而亞太區長臂被外國軍事融資計劃忽視 他說,他誇張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斯為了恐怖與美國的關係行動迅速 他說,拜登政府需要同樣迅速地作出回應 抓住重振這個重要聯盟的大好機會 現在是拜登政府2024財年的預算申請 他打算將外國軍事融資計劃 接近90%的資金 分配給中東地區,包括以色列 可以先做一個小結 第一,叫菲律賓買F16戰鬥機 在南海監視中國 菲律賓是做美國的警衛 為什麼還要警衛付錢呢? 好比你請警衛來為自己看門口 還要叫警衛自己去買槍 世界上哪有這麼笨的警衛呢? 第二,美國日日說中國推進一帶一路 貸款給發展中國家 起橋起路在製造債務陷阱 但如今有美國人叫菲律賓 向美國借24億3千萬美元 即190億港元的巨款 賣戰機 戰機?不知道道路橋樑 普通人都用得到 豈不是更加無謂的債務陷阱? 要明白菲律賓怎麼會做這種蠢事? 菲律賓總統小馬赫斯 為什麼要幫美國 在南海不斷挑釁中國 只要了解 馬赫斯家族 和美國的關係? 小馬赫斯家族 在美國有龐大資產 正在等待解凍 哪有可能 不讓美國利用呢? 小馬赫斯上任後 取消了 紀念推翻 他爸爸老馬赫斯的 人民力量革命周年紀念公眾假期 被視為 逐步要為老巴翻案 小馬赫斯的爸爸 前菲律賓總統老馬赫斯 是出名的巨貪 老馬赫斯的太太伊美黛 就是小馬赫斯的媽媽 有三千對鞋 夫婦的貪腐 當年已經舉世文明 但是 他們一直受到美國政府支持 有菲律賓媒體曾經報導 老馬赫斯在位期間 他們夫妻兩人 控制著菲律賓的經濟 諸多重要產業 包括能源 通訊 交通 傳媒 甚至啤酒和煙草 有個八六年 老馬赫斯 在菲律賓的獨裁統治 被推翻之後流亡美國 帶走大量財產 據指 當年接載馬赫斯家族 飛去夏威夷的兩架美國空軍飛機 夾帶著大量的現金 珠寶 黃金 藝術品 武器 和大批海外財產的契約 裝滿了三百個巨箱 老馬赫斯 結果於1989年 起彈香山病勢 然而 經過三十幾年 他這些隱藏的財富 大部分 仍然不為外界所知 據說 相當部分 在法律程度之中 估計 馬赫斯家族的不義之財 只有三分一 被追回 有些交回到菲律賓 其餘大量 留在美國 或者在瑞士 根據菲律賓最高法院的數字 老馬赫斯在任期間 累積的財富 高達100億美元 有估計經過多年滾傳 馬赫斯家族的總資產 可能高達610億美元 即是 4758億港元 這個故事其實相當簡單 第一 小馬赫斯家族 在美國 可能有數百億美元的資產 美國政府 不喜歡上任總統 杜特爾特 太親華 自然會放生小馬赫斯 去拿錢 積巨資 去競選爭位 第二 小馬赫斯家族 還有數百億美元 扣在美國 他不可以 不對美國政府 言聽計從嗎 第三 美國1977年 制定海外反貪污行為法 搞到自己 可以監管 世界各地的貪污行為 而 老馬赫斯 幾筆美元的家產 明顯是貪腐得來的 為什麼 不將他全數充公 該還給菲律賓政府呢 美國的雙重標準 莫此為深 另外想說說華為 12月29日上午 華為的輪值董事長 胡口坤發佈新年賀慈 主題是 腳踏實地 行穩致遠 胡口坤 在事詞中表示 經過數年的艱苦努力 華為經受著嚴峻的考驗 公司經營 基本回歸常態 預計2023年 實現的銷售收入 超過7000億人民幣 其中 ICT 電訊基礎設施業務 保持穩健 手機等 中端業務 比預期好 數字能源和雲業務 實現良好增長 智能汽車解決方向業務競爭力 顯著提升 華為2019年 開始被美國制裁 經過低谷 如今重新跨越 顯示了堅強意志 和超凡實力 2022年 華為的全球銷售收入 是6423億元 順利是356億元 以此推算 華為2023年的銷售收入 擾有7000億以上 等於實現了 超過9%的增長 今年前三季度 華為實現銷售收入 是4566億元 以此推算 華為第四季的銷售收入 超過2434億 這個數字 大幅高於第三季 單季的銷售收入 1457億 同時還未高於 2022年第四季度的 1965億 銷售收入 分析人士指出 華為手機回歸 應該是華為第四季銷售收入 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華為的美60系列手機 在今年8月19日正式開售 開售至今 仍然供不應求 今年10月 華為的美60手機大動之下 市場與去年相比 增長了830% 另外居市場研究機構 BCI最新的數字 2023年11月 中國市場智能手機 激活量 是2871萬部 同比增長12.7% 其中華為 以大約14%的佔比 位列第四 在增速方面 華為是以 75.6%的同比增幅 遙遙領先 意味著 華為手機銷量 在最後幾個月 實現了大幅增長 令其再次進入 中國智能手機市場份額的前五位 可以這樣總結 華為今年 創造出7000億的營業額 特別是 5G智能手機的回歸 華為正式宣布走出低谷 華為今年上半年的順利 是465億元 同比增加218% 預計全年的順利 有機會創新高 第二 華為是一家 一年銷售額 7000億的巨企 預計2023年全年 它的研發費用 應超過 1600億元 一個科技企業 將研發視為生命 無懼打壓 實事求是 可以說是 成為中國所有行業 的一個表述 華為傳出的精神意義 比現實意義更大 另外 在石樓台示範評 我們會說到 越南總理發明證 很清楚地說 要防止字外演變 不能偏離社會主義方向 等於說 越南會拒絕 美式的和平演變 歡迎訂戶 去石樓台 聽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 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 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 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